各位新的朋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这期视频我们继续来聊在加拿大上市的小盘成长股 第一次来我频道的朋友,我的频道以后的发展方向是给大家推荐 具有5倍10倍成长潜力的小盘成长股 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内容,一定不要忘了帮我点个like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进入主题吧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只股票叫Next Innovations Incorporate 在多伦多TXX Ventures上市的Ticker叫NEXE.V 它现在的最新的市值是2亿3300万 最新的收盘价是3.63加币 Next Innovations是一家做环保新材料的公司 那么它做的产品是去替代这些传统的塑料产品 他们的产品是一个顺应时代需求的产品 Next Innovations是去年的12月18号才刚刚登陆多伦多股票交易所 是一支非常新的股票 我们先来说一下全球的塑料危机 那么大家都知道塑料在生活中的运用非常非常的广 那么全球的生产的塑料每年大概有3亿6500万吨 在这些塑料里面只有很少一部分只有接近9%是recycle的 剩下这些塑料那么要么就是被抛弃在陆地上 或是在海洋里面然后造成很大的环境污染 那么这些塑料至少要500年才能够降解 有些甚至要1万年才能够降解 塑料给全球造成很大的塑料污染 全世界很多的国家都逐渐地采取措施来减少这些塑料污染 举个例子像Kenny 津巴布韦 英国 美国的一些州还有欧盟 中国跟印度都陆陆续续的推出一些减少塑料使用 禁止一次性塑料使用的措施 包括我们加拿大也是到2021年年底 联邦政府说会禁止使用一次性的塑料产品 像这些plastic bag steer stick 还有plastic straws next innovation 它的产品就正式适应了时代的需求 那么这家公司创立于2015年 公司创立的目标就是要结合这些plank base 就是植物机的材料再加上3D的技术来生产 百分之百可降解的coffee pot 这五年的研发 然后包括中间的中式不断的改进创新 然后到去年年底开始逐渐来实现商业化 公司目标是今年年底实现2亿2千万个 coffee pot的生产 这个技术可以应用的范围还非常的广 coffee pot只是一个开始 然后植物机的新材料作为塑料的替代饼 还可以应用到很多的其他的地方 全球的咖啡市场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我不知道大家每天喝不喝咖啡 像我个人每天必须要喝一杯咖啡 要不然就觉得没有精神 到2019年全球的咖啡市场有1,020亿 预计到2026年全球的咖啡市场能达到1,550亿 光是美国at home的coffee market就有156亿 预计到2025年光是这些一次性的coffee pot的市场就有接近300亿 这个一次性的coffee pot占到了整个咖啡消费的50%以上 而且在每年以8.5%以上的速度在增长 那么这些一次性的coffee pot最后都会要么进到垃圾填埋 要么去到最后会流入到海洋里面 造成很大的环境污染 Lex Innovation他们的产品叫Lex Pot 就是为了来解决这些一次性coffee pot带来的环境问题 首先它是100%是plant based 就是完全是植物基的 完全可降解的 而且对咖啡的味道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经过5年的R&D 然后现在的研究表明35天这个coffee pot就能够完全降解 像我们前面提到的Lex Innovation 它现在的生产技术是融合了3D打印技术 以及新材料的技术来整合到一起 然后来实现了可替代塑料的coffee pot的生产 EOBC它的研究证明Lex的coffee pot 它对土壤是没有任何的毒性的 而且35天就能够降解 在普通的Organic Waste Facility也就70天可以降解 那么公司也在申请BPI的证书 我们再来说一下公司的产能 前面说到在2020Q4的时候 它已只有2000万的产能 现在扩产的计划已经正在实施 预计到2021Q4总共能够达到有2亿2千万的coffee pot的产能 其中5000万是Nespresso 1亿7千万是Kickup 公司的产品就是非常具有创新性的颠覆性的产品 那么公司在专利保护方面也一直在跟进 像现在有20个正在申请专利 公司的创新性产品因为它是对环境友好的 所以又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大力支持 像最新的1月14号的新闻 加拿大政府给了公司100万的奖励 来支持他们实现Nespresso 这个coffee pot的商业化 在过去2019年的时候 也拿到过加拿大政府15万的资金支持 来帮他们来实现商业化 所以说它的产品是一个非常得到政府大力支持的 这么一个产品 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商业模式 与它未来的怎么来实现股东的利益 前面的中式跟lifescale都已经完成了 像现在focus在今年要做成它2亿2千万的 这个coffee pot的生产线 在未来将来在扩产的可能几十亿个coffee pot的产能 同时它可能在寻找一些partner 然后来一起来扩大这个产能 或者许可这个技术给他们来生产 同时前面也提到了 因为它的这个技术不光是可以用在这个coffee pot上 这个coffee pot只是公司的一个开始 未来塑料替代产品的市场还可以非常非常的广 我觉得公司未来要么可能被一家大公司收购 要么可能自己壮大成一家非常大的做环保材料的公司 因为它是一家新的公司 所以说它的财务数据呢 并不是特别多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数据呢 就是它现在的手头的开始呢 截止到2020年8月31号呢 是370万 2020年的12月呢 它经过一轮的financing呢 拿到了1400万 总共现在的开始呢 有1700万 来支持它的今年的扩产 公司的股价呢 是从上市以后呢 一直处在一个展当走高的这么一个行情 我个人呢 是在这周调整的时候呢 买入了一个小的仓位 我会继续持续关注这家公司 那么大家呢 可以把它放到你的观察清单里面 如果有好的机会的话 可以考虑买入 好了 总结一下今天的视频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了 正在加拿大上市的一只小盘成长股 Next Innovation 我们讲了它的这个具有颠覆性的 对环境友好的这个新产品 这个Coffee Pot 然后我们讲了它的历史 以及它的未来的盈利模式 那么我个人呢 是非常看好它未来的发展 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了 以上那种呢 关键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投资有风险 建议大家一定要独立思考 自己做出投资决策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一定不要忘了帮我点个like 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周杰 compreen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